日本福岛外海昨天深夜发生规模7.4强震 日本学者跟气象厅强用地震升长的方式 还有主震位置很相近研判 这可能是11年前311大地震的余震 只不过台大地质系教授持保留态度 他认为要以地震规模的大小来看地震的周期 311跟这次316的地震规模相差太大 一个是9 一个是7.4 能量相差超过百倍 关联性可能没这么大 一阵剧烈摇晃灯差点往下砸 民众用手机记录强震发生瞬间 女学生失控崩溃尖叫 联想到11年前311大地震 就连当地学者也说 这次强震跟311有关系 昨天的这个7.4的地震 是那个11年前 日本311规模9.1的余震 规模大概到达9左右的地震之间 那个有很多专家就广义的都会把它说是前面一个的大地震的雨震 会这么认为主要因为两次地震的生成很相似 都是受到太平洋板块朝西边引墨挤压所影响 但311的规模更大能量大上百倍 但这次主震更接近陆地 跟311相比震源深度也比较深 灾情相对较少 但也有台大地职教授以地震周期性来看 311跟316的关联性态度相对保守 经常会发生的十几年它就会有一次降 而且它也不是说一定在同样位置 我想你可以说它余震也可以说不是 311地震这种规模到9.0的这种地震 它周期是大概1000年 所以我们今天发生这个规模7.4的地震 它大概是几十年的地震 台湾地牛最近也频繁发生 虽然跟日本属不同地震带 但教授提醒能量释放都是有周期 像台湾921地震约在200至300年 就会发生一次 我们应随时做好准备 解台北综合报道 由于扩散条件差 今天上午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 都是一片橘红 苗栗跟彰化还亮起了红色警示 但随着午后风眠接近 带来雨势空气品质渴望好转 预计中部以北地区将会有局部短站 震雨或雷雨 雨势越晚还会越明显 天空雾茫茫 台北101渐渐隐身建筑物 仿佛都被抹上一层灰 由于扩散条件差 西半部地区上午空气一片橘红 敏感族都得注意 其中苗栗及彰化地区 更亮起红色警示 对所有族群不健康 部分地区红害罩顶 不过随着午后风眠接近 带来雨势 空气渴望好转 只是雨中夹带脏空气 就连专家都提醒千万别淋雨 这波封面接近 从17号午后开始变天 中部以北地区将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入夜后雨是明显 北部恐有局部大雨 南台湾也会有局部零星降雨 不仅越晚越湿冷 高温也有明显降幅 以今天的高温来讲的话 北部的高温大概会到30度左右 可是明天的话 其实高温大概只有24度 北台湾的民众会比较感受到 温度下降是明天越转越凉的一个情况 那两天的高温的话 大概差个6度左右 预计到周末将再度恢复稳定天气 不过紧接着下周一又有封面报道 北台湾会再转凉 春天后抹面天气变化大 保暖衣物先别收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早上基隆港起了农屋 能见度不到220公尺 为了安全起见 现场一度启动管制 暂停船只进出 农屋弥漫天际 船只停在港口 几乎看不出前方状况 这里是基隆港 17号早上雾蒙蒙一片 为了安全起见 8点10分就封港 暂停船只进出港 这边看还好 可能在海上的话 大概10公尺左右 它就看不到 所以我们会加强广播 每个小时加强广播 请这些往来的船只必须注意一下 能见度不足220公尺 达到封港的标准 船只也不敢冒险出航 这场农屋总共影响 三艘船只进出 直到上午9点半 随着太阳露脸 农屋终于散去 解除管制 恢复船只作业 正常运行 我们主要航道 在200公尺以上的这种大船 一般是在能见度 低于500公尺的时候 我们就会宣布 暂停船舶进出港作业 船舶在港外等到能见度 恢复之后宣布就可以直接进港 基隆港一早被农物拢罩 信号短时间内解除 否则将会影响更多船只进出 记者蔡志恒 基隆报导 健保部分负担调整方案 昨天出炉 预估1454万人 看病都会变贵 因为像是急诊 检验 领药费用都要多收费 以医学中心来说 民众一次看诊 平均下来 可能就要多收400到500元 就算是到机场诊所 也要多100元的负担 预计5月上路 试算过后 健保资金一年 可以多出107.2亿元 但医改会表示 这项改革 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 不公平 健保负担大改革 从原先讨论的 慢间药费负担 现在连急诊收费 和检验费用 新制方案都出炉 急诊收费 就要多收250到300元 检验像是照X光等费用 若是未经转诊 医学中心上限 可收到400元 至于慢间药品收费 从原本讨论的三次领药 各级医疗院所 或是药局 都要斟酌收费 现在只剩下 医疗院所在第一次领药时 上限收200到300元 第二第三次免费 引发药界反弹 健保负担性质上路 代表民众看病负担 加重以医学中心来说 就从原本的上限720元 变到1220元 区医院也从590元 变成990元 就算到基层诊所 平均也得多花100元 预计影响到1454万人 其中有51万人 一年平均就要多花 3000元看诊 民间医疗团体 新智方案欠缺考虑与健保署 医疗改革态度若差大 而这一次健保新智一改 健保资金一年可以多107.2亿元 新智经过预告期后 预计在5月上路 就怕在这期间又引发争议不断 看记者做报导